女人的哪个部位最诱惑男人呢 我想无非呀 就是以下这三个部位 大家来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的啊 看我说的对不对 这第一个部位呀 就是胸部 那就是女人的胸部呢 一般男人来说呀 都喜欢那种丰满的女人 而且女人呢 刚好穿的那种低胸的衣服 很好地将女人这个魅力呢 直接展现得凛历尽致 那么男人呢 这个时候啊 看到了就会想路非非 小路乱撞的感觉 那第二个呢 就是女人的嘴唇 饱满的嘴唇呢 再涂上一些口红 往往可以向外界传出 女性那种独特的气息 使用大红色的口红的女人呢 性感又有魅力 散发出成熟 让人着迷的独特气质 让男人不自觉的呢 就被陷进去了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腰部 恋爱中的男女 在亲亲我我的时候 男人呢 他会不自觉的把手摟在这个女人的腰部 从而得到一种战有欲的感觉 但女人这个腰呢 也是展示其鲜美的一个地方 也是男人啊 最喜欢摟女人的一个腰部的原因 所以说 你要在这个时候呢 想得到一个女人 但是呢 你在靠近她的时候 我嘴巴里那股腰味啊 酒味啊 大蒜 大葱味啊 甚至是口臭味啊 我建议你啊 一定要试着咱家这款 爆小妹的爆竹丸 你每次在跟女生 约会之前呢 提前的偷摸的吃上一粒 当你和心爱的她 近距离接触 亲她嘴巴的时候 那淡淡的果香味啊 瞬间就能把它给蒸服了 这个爆竹丸呢 不含酒精 不需要你二次去疏口 也没有什么一一赖赖 放到嘴里啊 一咬就爆 香香的 甜甜的 凉凉的 是个女人呢 都喜欢这淡淡的水梅桃味 那女人 都会被你迷的神魂颠倒 真的 所以啊 想要去约会的兄弟们 一定点击视频 左下方的小黄车链接 一盒里面16粒 一次一粒 随用随吃 鞋带非常的方便 抓紧时间给自己安排吧 数量有限 手慢可就没有了 不会买的老铁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到主页快车小店购买哦